嗨 各位我是阿嗨 欢迎回到来TFT啊 我们这一局拿到的是这个 呃 在3-5的时候会给我们奖励 就是大概6-7等的时候啊 然后我们有小炮 新奇德 新奇德我们可以留置啊 可以玩Cham Baron 还蛮好用的 然后 哇 我们可以拿一下这个拉克斯 他的academy是什么 Hutch 诶 这个还蛮好的诶 Hutch 挖Mock 我们这把可能可以玩一下拉克斯 然后我也是会打算抓这个德莱文 没有动手 这些都是不错的其实 反而 Tristana的话就没有很好 没有用 Alright 我们可以做挖Mock 然后他的东西还蛮好的 Hutch 挖Mock 巨杀 这把我们可以玩academy 这把我们可以玩academy academy academy 可以玩这个 好多妻子可以抓我前妻 好多队啊 好多队啊 可以不用抓 好多队啊 就这样子 我们这把试一下玩academy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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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蛮好玩的 好 哦 有Rabel 这个东西玩zoe的话还不错 这个东西还不错 给我一个阿卡利 给我一个阿卡利 可是我刚刚没有抓到阿卡利 可是我刚刚没有抓到阿卡利 Crow Guard 哦 带这个的吗 然后直接上巴等 感觉也不错诶 我们直接上巴 然后呃前妻 Lux Draven 我们玩两个Lux一个Draven 然后这些都要卖掉了 就这样子 然后我的装备直接做一个Hash也可以 Clear Mine 我们的这个备战区呢 不可以有 呃 这个 旗子在里面 所以你要玩academy的话 我们玩 呃 拉克斯 然后Leonard Rail 伊泽瑞尔 呃 大头还有 克 然后最后再放一个炫金 就这样子 然后其实也不用上9等了 9等没有东西放 9等随便放一个Rumble也可以吧 3个Sentinel也没有差 就这样子玩 然后前面呢我们就挂机 上8等 对 还可以存一个10块钱诶 多好 然后呃 我们的装备方面呢 就多做一些这个 呃 academy的装备 就是我们要Hash 我们要 呃 这两件装 那我们 这个Warmor啊 尤其是这个 这个东西呢 我们把它放在盖伦的身上 就不用放在 呃 Leonard的身上 因为放在身上 其实价值不是很高 它 会有更多的这个 生命值加成啦 这个academy 它会有 给一个百分之二 一个百分之四 这样子玩到最后 但是呢 呃 还是放在盖伦比较好 作为我们的 试费的主坛 然后至于其他的 像Hash of Justice 我们可以放在 Eazerreal还是 Hammer的身上 这些都可以 最后巨杀也是 我们可以分他 这些装备 好 我们前面就挂机吧 看一下其他人在玩什么 希望不要撞他 这个人在玩 automata automata 然后 Screamer 还要赚钱 然后 scrub 这个是什么 喔 Trainer 他是玩 academy的 还有concur 哇 这个人跟我们会撞在一起 等下 这个是玩 呃 法师 Black Rose 还有 哇 好多人 诶不是啦 OKOK 诶我们拿到academy了 可以直接把他换出来 嗯 就是这样 我们缺一个 Leona Leona 对了 不用放也可以啦 我们 前期没有拿到concur 也没有关系 不过 那个人他拿到的 东西很好 就是这个 concur 加这个academy 蛮不错的 好 我们打了连败之后去拿装备 我们先 做Warmog出来 alright alright 记得3-5的时候 我们会拿到好装备啊 3-5-3-5 好 这里有一个Ease Ray 然后 大腰带在这里 这个Ease Ray可以做巨杀 还是蛮好的 要不要拿呢 我就拿Ease Ray吧 那样子呢 我有对子的话很容易上 很容易上良心 就是 因为我不会有备战区嘛 所以我会升等放Ease Ray 现在 然后这个装备做巨杀出来 真的 放Ease Ray 就这样子 然后 等一下呢 我们 有了这个Warmog 巨杀 还有 Hand of Justice 之后 我们还是需要减治疗 减魔抗 减护甲的 减治疗 减魔抗减护甲 所以说 还是要去整理一下这个装备的 我觉得如果拿到弓的话 可以去做红Buff 然后红Buff 大头或者是 Ease Ray也可以 但是红Buff要做巨杀 Warmog 我们的装备还蛮卡的 可以做电刀 我们还需要蛮多弓的这把 不然就做日炎加 日炎加电刀了 日炎加电刀 我们杀到一只而已 我也还行 我们现在就一直在 在 升等 基本上就是我们每回合都可以加3块钱 非常的好 如果我们很像拿到了一个旗子 呃 我们可以不用锁着 就是一般上呢 比如说 哦 我要玩这个GP 那 我可以 比如说直接升等 我直接升等放GP出来 对不对 如果如果我要玩它的话 但现在呢 就是 因为没有 没有要玩了嘛 所以就没有关系 就不用升等 就这样子 我们就放这吧 我现在需要一个Leona 放在这里 基本上呢 Leona就可以给我这个 呃 Academy加Sentinum 我们有多一件装备 又更加坦 又有前排什么的 这把的话我们赢输都没有关系 因为赢的话我们有30块钱 输的话我们有这个连败的先 也是一样的 杀了一只 啊 没关系 好 好 然后打野怪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拿装备了 就 他只是在 呃 打玩家的时候才会拿到经验值 所以说我们打野怪可以去拿这个棋子 OK 空帽 我觉得 哇这个你直接装 这个空帽也是蛮好的 好我们放多一点前排吧 也是可以升等 嗯 要升等吗 其实打 打得过的啦 这个东西 就这样 希望我的沙克斯可以上两星 这些牌子可以抓着 这些牌子可以抓着 OK我们的装备 没有巨杀 没有挖魔 有巨杀 没有挖魔 我们有这个Ionic spark 可以减治疗 然后做巨杀 好像这样子呢我们要玩哪个石就放出来 好就这样子 然后我们做一个Ionic spark 再做一个巨杀 这个可以做剪治疗 但是我想做Warm 我的优先是这个装备 好 这个人跟我很像 不过他玩的是法师 我玩的是Academy 哎哟 为什么突然间有伤害的啊 还是他四等而已啦 四个祈福 我很担心这个人 他到底 我会跟他撞到多厉害啊 他会玩五个吗 还是他可以玩五个 他应该是会玩德莱文的 不知道他装备是什么 他做了这个装备应该就是玩德莱文了吧 对吧 他应该不会玩AP 他应该不会玩AP的 他应该不会玩AP的 support item 哦我们会拿马娜 第一个人 先准备一下 哦 可以拿他的装备吗 法爆 法爆很好的 因为我们有Head of Justice 哇又再加经验 不用了 我们要拿战力了 像这样子呢 又有东西卡在一起了 呃 我们可以升等嘛 三十多块钱升七等 没有必要 我们放两只乌鸦出来 对 因为我的棋子全部都是对子对子对子 好多队啊 如果有 上两星的话 这把会顺很多 没有上两星就很难玩 我先不上七等 因为我的经济不是很好 然后这个 这个给装备的先不要用 因为后面还会用到蛮多的 好 继续杀 WQ 哎呀差一点 再多一个WQ 诶 nice 漂亮漂亮 我们的EG的技能会爆击了 所以我不用担心出法爆什么的给他 诶 nice 然后再出一个 这样子 就可以再给他多一件装备 那他爆击率很高了 就这样子玩 然后我们的这个 解魔抗的可以放在后面吧 其实EG他的技能是AD的 我们要解魔抗是因为我们 后面会玩那个 Hammerdinger 那个大头 所以 呃 还是要解魔抗比较好 然后这些装备全部可以给大头的 他其实不太需要蓝装 如果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给他的进化 就是在4 4 4 6的时候 你会进化吧 如果拿到回蓝的话 他就 他就不缺蓝 像这个EG他有三件 呃 这个Academy的装呢 他的伤害是会翻倍的 像这个他就拿6%还是什么的伤害 很夸张的 OK 我们现在呢做一个玩法出来 我们要一个大腰带 或者是直接拿大头也可以 没有大头 3块钱的腰带 3块钱的腰带 拿一个 拿盖伦吗 盖伦很不错耶 在这里 拿他 因为呢 我等一下要升等了 可以刚好放盖伦出来 对 大腰带的话 其实可以做其他的东西 他有很多东西可以做的 所以我不会太 会太急 然后我们升等放他 然后这个再合成 哦这个是给我们的装备 对不对 3-5会给我们的装备 OK 我装备不太好 我装备不太好 我不想做gargrip 因为我们的前排蛮多的 不是一个前排而已 可以杀死他吗 WQ 我的装备可能会再做多一个crown guard出来 不过不是给盖伦的 应该会做一个吧 我先给他拿着 先给他拿着 哎呦哎呦这把 不是很简单 我的装备 盖伦的装备 应该是crown guard 然后挖魔挖魔 然后刘娜在 然后刘娜在 crown guard挖魔 crown guard挖魔 抓住 因为这个的护盾是取决于我们的生命值的 可能这样子也会更加好 射射射一直在赚钱一直在赚钱 新秀我拿到修够了这个Chan Baron可以开出来 不过现在我们要上8了,我们就先不管海克斯 因为你要抽两星的话很难的 你不可能全部卖到完 我们插谁啊 插大头而已 其实就插大头 插大头还有Jazz 然后全部要上两星 上8等最主要是要拿那个Chan Baron 错,有很多腰带,喜欢 不要给我这个东西啊 好奇怪,一个什么东西 如果可以做日盐呢,这样子的话 再给盖伦做一个 盖伦非常非常的弹 我就只缺一个Hemmerdinger 我要在这个阶段呢,拿到Hemmerdinger 因为我要在这边进化他的 如果我没有抽到的话呢 我再五一抽 其实没有什么好处啊 我一定要在前面拿到他 四费卡会直接上两星 我就只需要一个四费而已 我觉得不太好耶 你们觉得怎么样 直接拿了吗 直接拿了吗 OK OK,目前就这样子了 就这样子了 继续杀 然后我们的坦克呢 会给杰斯 杰斯,Leonard,还有他 然后 给他SPA 可以给乌鸦啦 其实 然后这个要不要卖啊 感觉没有差了是不是 我们直接上九等嘛 没有差 我们有两星Hemmerdinger 就不用担心 就不用担心这些低费卡 然后现在呢 我要做多另外一个Hush出来 给我的Hemmerdinger 我也是可以把Easy的装备给他 因为呢 他现在 对 把两个Hush给他 哦,有Rumble 可以这样子先给他 这两个很好抓耶 我想抓着 可是抓着的话 又上不到九等 一直锁吗 锁到九等嘛 你们觉得怎么样 一直锁锁到九等 会不会很trall啊 在搞事情 一直锁锁到九等啊 有没有人这样子玩啊 应该没有吧 可是也没有办法啊 我要的东西都在这里 好啦,一直锁锁到九等啊 I don't know man I don't know 然后等下我们的钱呢 就全部来刷这个东西 最好是可以刷一些击杀后会回蓝的 我需要那个东西 现在我们有前排后排了 都很好 然后有简直了解这个魔抗的 哦,这个虽然应该放在 呃,这个第三排的 你放在后排的话呢 它就变成远程 人家就不会剪 剪魔抗了 OK,1,2,3 我们是第三抽 我们需要一个泪水 但是泪水的话也可以先不用做hush出来 因为我们做青龙刀 就是修进的话也是可以的 被拿掉了 做多一个挖魔吗 做guardbreaker也可以 这样这个带哦带呢 它4块钱 我们可以做guardbreaker 也可以做挖魔 给我们的这个杰石 因为杰石它也是需要弹装 掉装备了 OK,50块钱 继续锁 呃,我们 我可以把一个大腰带给它 不过我们先打完了吧 打完了之后再看装备怎么样 再去整理一下他们的装备 OK,就这样子 OK 对啊,因为杰石给大腰带很好的 它会有更多的生命质这些东西 然后我们的这个 呃,Sunfire呢 可以给乌鸦使用 哦,这样子会更加好 你看盖伦它的生命值多呢 它可以给队友的 就是在这里 20%它会给周围的 左右边的队友 可以说这个很重要 哇,这个 扣不了血耶 还行还行 我们上了9等之后 我们要抽一个 回蓝了,有没有 好,take down the next chance stun 呃,stun and chill on death summon a crate with maximum health 哦,增加伤害吗 for a threat 我们有的 1,2,3,4,5,6,7 7个啊 好像还可以哦 ok啦 那我们上等的话 我们可以放 一个 一个 Ska嘛 对啊,上等的话 我们可以多一个4.5的增上 或者是 我觉得放一个 呃,2星的5费也可以啦 其实 我们在 5,1的时候就可以 就可以上9等了 到时候 到时候就全部上2星吧 然后装备也是要整理一下 我觉得我需要一个 蓝装给我的大多 因为大多他的技能就是 你放越多的技能 他的那个火箭会越来越多的 所以他很缺 很吃蓝 嗯 所以我们最好做一个修件给他 如果没有修件的话 就 没有关系了 我们就 充等啊 然后拿一些5费卡来 来去扛一下 嗯 哎,其实这把可以不用锁了 我们直接抓就可以了 因为这把他是不算的 不用锁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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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能我可以尝尝更多 嗯,這些裝備 他的第三件裝我沒有耶,可以把EZ的裝備給他 然後這個給傑斯 現在這個Leona可以存著啦,沒有必要上10本 因為我們的棋子呢,很多都是一星而已 像我們的傑斯啊,蓋倫,還有一大堆 那現在呢,蓋倫的裝備拿掉 然後EZ的裝備拿掉 所以說,這個給他啦 然後做一個這個給他 然後這個給他,巨殺給他 巨殺 嗯,就這樣子 EZ的到後期就... 三費卡 他要上三星才有PK 我們的大頭雖然他的技能放的不是很平凡 但是,呃...他的傷害很高 我們在這裡也是可以拿裝備給他的 所以不用擔心 如果他有了裝備之後我們再移到,呃... 這個EZ的身上也可以 嗯 這個Leona要賣嗎?還是繼續滴一下 哦,nice OK,很好 很好很好 剩下就是蓋倫上兩星了 如果我拿到蓋倫的話我就把它滴出來 這個也可以這樣子放吧 就這樣 我拿到傑斯或者怪倫我就繼續滴牌 如果沒有的話我就上10等 就這樣子 現在我的增傷是多少 7...28 30多 30%多的增傷 沒用力呢 OK 我的烏鴉非常棒 nice 看你有兩個Hand of Justice 吸血吸很多 看一下我沒有回藍的裝 嗯... 有多一個Hand of Justice 可以拿他吧,可能也可以上兩星 我們給一隻瑞爾的裝備 這個東西跑到前面去了 可以給傑斯嗎 就是 這個我們拿傷害吧 嗯... 我們這樣子玩吧 敵不倒 嗯... OK 有了,他把烏鴉秒掉了 接著 可以啊 他有兩件輸出裝 可是很不錯 我放到這個東西喔 是因為他有Sentinel 他會有這個護甲跟魔靠 雖然就只有三個而已 不過他還是 一個五費卡的兩星還是很強的 比起你放一個三星來湊幾半的話 我就直接放一個... 呃... 兩星的五費卡 還是要低一下 恩... 蓋倫的話可以上二嘛 他們好像都沒玩蓋倫 好,我的這個裝備不錯 兩星的蓋倫他的Buff是非常非常好的 因為他會多非常多的生命值 然後給我的這個兩個錢牌 變成超級坦 同樣的這個...呃... 疾絲 兩星的話提升也是很大 那我現在呢 就只需要更多的錢而已啦 可能我太早上久等了 對啊,太早上久等了 你看這個金克斯的傷害 五千多元 我記得他一個炮是可以打到幾萬多的傷害 這個人他在連勝耶 6個Scrub 他的後排的質量沒有很好 他還有50塊錢,他要上9嗎 還有little buddy 然後... 他只有一個 我感覺我的結石對準他的前排的話可以殺他 就是我結石這樣子繞過去 打他的這個前排 誒,有個蓋倫 誒,nice,兩星蓋倫 不用敵就有了 我們敵一個結石出來吧 現在 我感覺現在沒有必要上10了 上10可以湊幾半啦 但是我覺得 良心的結石更好 像這樣子 好,最後一件裝 藍buff嗎 野大頭 聚殺 藍buff 好 藍buff現在改了 他每次按技能之後他會獲得一個10的藍 以前是減一個最大的嘛 最大的藍量 現在不是了 他大概兩到三個普攻就可以按一次技能了 也是不錯啦 射了射了射了 好漂亮 不知道這個人我打不打得過 他打不過我的假身 他上了9等 我們可以增加坦度還有增加傷害 真實傷害喔 180真實傷害 直接噴他吧 開噴了開噴了 直接這樣子去噴他 噴他的這個蜘蛛 然後我的大頭站左邊比較好吧 沒有,站右邊比較好 因為我太多東西要換了 我這些全部都要換到完 OK 64塊錢上等 好,開噴啦 噴他蜘蛛 他是,這個一星蜘蛛而已 好,這個一星蜘蛛 我又撿治療 撿魔抗 漂亮 噴 帥 基本上這個人要三星艾克 我們還有這個 這個蜘蛛 他要多少 三星艾克 可是他沒有錢的 兩星蜘蛛 三星艾克 我可以卡他的東西啦 就是PVE的話 但是我覺得他給他上 這個兩星蜘蛛也可以啦 沒有差 給他上兩星蜘蛛 因為,呃,這個是測試服而已啦 所以 我們來看一下那個 Limit Testing 看一下 他最想可以打到哪裡 如果排位的話我完全卡 卡爆他 卡死他 我上等的我玩多一個Sentinel 這個 我可以鎖著啦 其實 鎖著的話也可以 然後我們等下拿一個伊澤瑞爾的裝備 這是要不要拿伊澤瑞爾的裝備 呃,噴 噴 帥 這蓋瑞爾太OP了 他雖然他沒有任何羈絆 他没有这个watcher,但是他的个人的这个emissary呢 他会给他左右边的人增加生命值嘛 我们有修建,拿一个电枪吧,治疗一下我的队友 他有这个emissary来给我们的左右边的人这个生命值 同时呢,这个academy他有warmor嘛 如果你抽到的话,所以呢你会给他很多的warmor 给他非常多的生命值 这样子的话你前排就很弹了 再说 52块,我们下一个回合 可以升等,对吧 52,可是要再减4块钱,不知道耶 呃,我们可以卖掉这个Leona 他好像东西都卖完,他没有,他里面没有东西 我这个艾克城旁边有什么地方 可以吗,我的前排开始在死了 我干人的血还没有弄到啦 好 没有吗,还是他残血 哦,他残血 我看一下,等一下我们多少钱啊 13块 呃,OK,他投降了 因为我身上还有很多钱啊,还有很多提升的空间 好了,这个就是academia的这个阵容 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强 尤其是你知道了怎么玩之后 然后这个阵容就是你要快速上8等 去抽这个hammerdinger出来 对,这个是最难的部分 那其他的话没有什么问题了 还有解释啦,你8等要抽一个解释 没有的话你就玩两只乌鸦什么的都可以吧 好啦,今天影片就到这里了 拜拜